今天我們繼續來聊一下三星S21系列可能會出現的一些變化 隨在S20系列智能手機的問世後 下一個目標重點將被轉移到了S21身上 因為據說它會帶來屏下少頭 今年下半年時間段 三星Note20系列將仍然照樣放布,但還是挖孔鏡頭 這應該是Note10系列的又一個升級版本 它並無什麼亮眼的特色 所以三星的下一個重大特性變化會發生在S21系列身上 當然有人稱呼它為S30系列 無論如何這將是三星最早採用屏下鏡頭的機型 通常三星新產品革新變化也多數發生在Galaxy S系列中 就像S8、S10機型開始那樣 因此S21系列會帶來令人興奮的屏幕下方集成鏡頭 雖然現在談論該屏下鏡頭還為時過早 但三星確實在開發中 並且在這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問題 在開發這樣的屏下鏡頭時 要想得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仍然非常困難 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包括傳感器透光率的不足 以及最終所得到的圖像質量變差的問題 其最主要的問題是 傳感器不工作時該上方屏幕區域顯示的像素 能否與零件屏幕像素區域顯示的更匹配 或者不被明顯看出 三星作為全球頂級的顯示屏製造商 在屏幕方面它有足夠的技術和經驗 不過就屏幕下方鏡頭現在仍然處於開發和測試之中 雖然三星官方沒有放出該技術測試間斷 但我們可以猜測得到結果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因為更多智能手機廠商包括OPPO小米華為VAIL 他們也在進行該技術的開發 目前OPPO的屏下攝像頭產品在顯示屏方面 可以看到方形傳感器的輪廓 尤其是當屏幕上顯示白色或淺灰色等較前的顏色 尤為明顯 所以作為世界上最好的OLED面板製造商的三星公司 與其他任何品牌相比 我們更希望三星能夠以更好的方式解決以上問題 就關於三星屏下鏡頭的詳細消息目前並不是太多 但是現已有知名推特達人 有幾次爆料過三星正在開發該技術中 儘管三星S21的洩漏消息不斷流出 但最近又有了新的報導指出 三星S21系列除了使用屏下鏡頭外 並且這顆屏下鏡頭自拍的效果更強 據說它將採用更大尺寸的傳感器 和具有光學防抖功能 據報導 蔗加卡公司正在測試即將推出的兩款機型 其中一個帶有1.2英寸的傳感器 可能具有4,800萬像素 另一個帶有2.551英寸的傳感器 可能具有1,200萬像素 並都帶有OS光學防抖 不出意外 它們會分別配備在S21系列不同的型號上 OZRO型號版本上會配備1.2英寸的傳感器 4,000萬像素鏡頭 S21和S21 Plus則會配備2.5分之1英寸的1,200像素鏡頭 如果以上的傳聞是真實的 那麼三星將OS光學防抖在引入前置上投後 該前置鏡頭即使在弱光前測下 它也可以實現更流暢的視頻 和無抖動的靜態圖像捕捉 無論三星最終選擇什麼 這將是該公司首款將如此大的傳感器 使用於自拍鏡頭的手機 今年三星推出的Galaxy S20和S20 Plus 使用了雙像素自動對焦 3.1英寸的1,000萬自拍像素鏡頭 而S20 Ultra則使用了具有Super PD自動對焦的 2.65分之1英寸4,000萬像素自拍鏡頭 到明年看來 S21系列使用的2.55分之1英寸和2分之1英寸傳感器 將再次打破以上哲學記錄 最終如果三星成功在S21中 帶來了具有更大傳感器尺寸 和雙像素自動對焦 及OS光學防抖功能的屏下鏡頭 那麼這將對手機的外觀和自拍質量 會帶來巨大的改善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